沙击大家可能都听过 但真正见到个新鲜果的人应该不多 我们平时接触到的 但是都所谓各种沙击制品 比如沙击果干 沙击原章 沙击果质 沙击油等等 民间经常说 沙击的营养价值很高 那它到底值不值得我们这样评价 和比较高的关节度呢 大家好 我是蔣医生 这一期的影片 我们来讲讲沙击 那沙击它又名为 醋柳酸痴黑痴 急行达浦酸漏漏 它是属于胡蹄子科 沙击属植物 它那时是黄色到橙红色的小椒果 它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 它不仅可以食用 还有药用价值 所以它又被称为 天然的维生素货和性果 那沙击的生命力极强 它内航最低可以内售零下四十四十度 它由内航、内延检 它只要分布在欧亚大陆的温大地区 那是世界上沙击自然最丰富的国家 它一共有六种百亚中 到了2023年 我国沙击林总面积达到3308万毫 转到全球总量百分之百十八 它只要集中在新疆、内蒙古、欺隆江这些地方 这些自然分布不单止奠定了中国在全球沙击产产中的指导地位 同时都为身体修复和经济发展提供一些重要的支撑 作为一种药食同然的植物 沙击的果实、根热和种子都附行多种的营养和活性成分 而黄酮、多糖、维生素和有基酸等等 研究表明沙击有钢蟹脂、抗氧化、延款衰老 以及辅助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多种功效的潜力 所以沙击不单只是一种营养健康的绿色食品 也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有些朋友问自己身 沙击的营养如何 沙击仙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总称之为长寿果或达耳人参 所含的营养成分是十分丰富的 尤其是维生素C、类胡萝卜素、黄酮类物质、 鹽花青素、多糖等 和其他水果相比优势比较明显 沙击的维生素C含量特别高 根据食物成分表的数据显示 每100克鲜果内含有204克的维生素C 中熟期的沙击仙果的维生素C含量是最高的 有明显报道 它的含量范围可以在每100克中熟期的沙击仙果里面 含有100-972克之间 相比我们平时吃的橙 沙击的维生素C最高可以达到橙的接近30倍 充分的维生素C不单可以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 还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合成一些胶原蛋白 对皮肤健康有益 同时又可以出进这个伤口愈合 另外维生素C本身有一个抗氧化作用 可以减轻我们自由肌对细胞的伤害 沙击的隔衡量也不错 每100克含有359毫克 比我们经常吃的补隔的水果香蕉更高 香蕉的1.4倍 我们平时适量的补充一些隔 是有助于维持我们血压的稳定 沙击的内胡萝卜素含量也非常丰富 每100克可以达到3000-15微克 甚至比胡萝卜更高 那类胡萝卜素是属于天然色素 其实包括胡萝卜素类和热黄素类 热黄素和玉米黄素 只要是集中在这个 视眼屋的黄斑区 对眼睛和皮肤健康有益处 沙击含有大量的抗氧化成分 黄动类化合物含量是每100克 53.6毫克到174毫克 然花精素含量是每100克 390毫克到194毫克 相比之下 我们长见蔬菜的总黄和含量 一般只有每100克 2-14毫克 长见水果是每100克 3-36毫克 长见水果的延番天素含量 例如鲤和藍莓 或者士多啤梨 分别是每100克 204.5-173-138毫克 研究表明沙击黄酮有抗病毒 抗燃 保护肝脏 改善肥胖 以及调节血糖、血脂 多种潜在的作用功效 另外沙击多糖的含量也很丰富 它有抗氧化、抗炎 可以有效清除自由肌 降低氧化应激 减轻炎症和对细胞的损害 它有抗衰老和调节免疫的作用 除了这些主要的营养成分之外 沙击的维生素E、钙、美、心、西等 这些抗物质含量都非常丰富 有些朋友问 自身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沙击有什么功效呢? 从传统中医药的角度来说 沙击的根、茎、热、花、果、籽 都可以入药 弱点记载 沙击有健脾消食 紫黑、去痰、胡蝶三衣的功效 是中医治疗多种疾病的重要药材 中医认为沙击性温美、甘酸舌 它归匪经、胃经、肺经、心经 它适合那些疲虚 所以胃口不太好 消化不好引起一个腹脏 或者是平时吃的东西 继续在那里导致腹痛 都适合一些吸受痰多 胸闻心痛的 或者是有医疾 做引起一个经病 或者是铁打损伤症的症状 沙击的酸舌疑温 就可以开胃消食 对胃碗胀痛 吃得少 都特别有帮助 龟匪胃经的沙击 还可以健脾的 它经常用匪气虚弱 或者是匪胃去恩两禧的治疗 四部医典中记载 沙击可以与藏木香余甘子 食楼子的药材一起用 沙击入肺经 可以止盒去痰 对吸受痰多 肺气虚弱的人都比较适合 它可以单独使用 四部医典中 用沙击煎煮浓缩膏 成为沙击膏 用来治疗黑手 它有这个记载 沙击还有活血散衣的作用 它是用于铁打損伤 或者有些妇女朋友 因为瘀血所导致的经病 已经不调的情况 同时沙击由归心经 对胸鼻心痛 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有些朋友问自己 为什么在市面上 很少见到沙击仙果 这么多是沙击相关的产品呢? 其实沙击果 我生得像一个个小马佬寶石一样 看起来很吸引人的 很想吃 但吃起来 你又觉得它宣舌难耐 只要是因为沙击中衡有丰富的有机酸 包括酒石酸 苹果酸 草酸 灰宁酸 还有虎柏酸 烏熟酸 柠檬酸 沙渣酸 齐敦果酸 和科罗索酸 等等 它的总含量 是在1.8%到8.3%之间 其中苹果酸 是占到50%到70% 其次是灰宁酸的 苹果酸的味道 酸然有点大苦 灰宁酸就非常虚 加上沙击的糖分也不高 大多数5%到10% 比苹果酸低 所以新鲜的沙几吃起来 酸舌明显 口感不容易接受 另外沙几的鲜果 又不容易保存 容易变质 所以市面上的鲜果沙几 其实供应很少 为了方便食用 市场上出现很多沙几的制品 比如沙几果干 沙几原浆 沙几果汁 沙几果粉 沙几果油 和沙几果酒 沙几果干 就是通过晾晒或者控干的干果 沙几原浆 就是将鲜果加工而成的醇汁 但它的口味依然偏酸 一般来说需要加水稀释来饮用 沙几果油 去止之后 一个果酸加工制成的食用油 可以凉拌 也可以炖汤 通过这些加工的方式 沙几的营养就可以保存 同时口感就可以给我们 这么容易接受 沙几虽然营养丰富 但也有一些食用致氏汗 沙几中含有大量的酸性物质 如果和其他酸性食物一齐食用 可能会刺激肠胃 引起腹脏或者腹痛 所以痞胃虽弱或者容易反酸 或者有胃十二指腸 溃揚的人 应该是慎用沙几 另外沙几又有活血化义功效 从中英角度来说 沙几在食用的时候要謹慎 同时沙几不适合和那些 减性食物一齐食 因为其中的果酸和有机酸 很容易被中和 从而降低它的营养价值 同时沙几最好不要和海鲜一齐食 因为海鲜又附陷达物质和钙 沙几中的酸性物质 可能会和达物质发生一些反应 产生一些不理我们身体吸收的物质 总而来说 沙几虽然对健康有益 但是也不要过量 比较适合在饭后性用 可以解油泥 也可以帮助消化 多谢大家